大家晚安 今天是中秋连续假期的第三天 最近这几天 其实受到太平洋高压的笼罩影响 全台各地都是相当晴朗的天气 从微信图上面可以看到 目前的这个太平洋高压 就是笼罩在台湾的上空 为各地带来非常稳定的大气 所以其实今天就只有中午过后 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阵阵雨而已 其他地方一整天都是相当勤劳 而且高温的秋老虎天气 那么明天在北方会有一波封面雨系 稍稍的接近台湾的北部海域 虽然说它并不会直接的影响台湾 但是会带来比较不稳定的大气条件 所以明天后天礼拜二礼拜三 各地下期午后阵雨的机会 会稍微的提高一些 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跟山区 那么这波封面雨系过了之后 整体来说又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 那么接下来虽然说会有几个扰动 慢慢的发展当中 但是会不会影响台湾还有一些变化 提醒大家要持续更新最新的天气动态了 好那么整体来说 在这个明天都跟今天一样 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不过中午过后 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就有机会发展出来一些午后热对流 再慢慢的往平地扩展 预计是大台北地区跟山区 比较容易下起一些午后雷震雨 那么接下来这一周也是这样子 都是以午后震雨为主的天气状况 平地大致上来说天气状况都不错 就只有山区下起午后震雨的机会 会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要前往山区的话 就要记得期待雨具了 那么因为天气状况很稳定 接下来这一周温度都是相当的高 都是很典型秋老虎的天气状况 可以看到北台湾的高温都是来到了33到34度 那么中部地区的高温也都会来到34度 而且是一整天都是相当炎热闷热的感觉 南台湾稍微凉一点点 但是也有32度到33度左右的气温 所以是提醒大家 未来这段时间天气很稳定 但是温度是很高的 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了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全台各地都是好天气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赏月的话 也可以把握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的天气状况都很晴朗 可以赏到月亮的机会相当的高 大家不妨可以吃饱饭后出去散散步 顺便赏月 那么在西半部地区中午前后 臭氧浓度是比较高的 到了今天晚上 这个浓度就会明显的往下降 空气品质就渴望恢复到普通的等级了 那么到了明天白天 刚刚提过了午后阵雨的机会会稍微的增加一些 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 还有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 有机会下起一些短暂的午后雷震雨 提醒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明天外出要记得期待雨具了 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全台各地期许的是晴朗高温的天气状况 不过在大台北地区跟山区中午过后 下起午后雷震雨的机会是稍微的提高一些的 提醒大家建议您出门要记得期待雨具 那么呢 未来一周持续是这样子秋老虎的高温天气状况 所以也提醒大家外出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